涉及此次罢工的巴士司机及维修人员大约560人,他们分属为约克区公车局提供部分巴士服务的Miller Transit公司、First Canada公司以及Viva捷运巴士。 罢工影响区内大约6成的公车服务,此次进行谈判的联合运输工会第1587分会代表着大约340名公车司机和维修工人。 联合运输工会第113分会上周六与First Canada重启谈判,但谈判最终破裂。